大家好,这里是GamerSecret,我是酷肉 凡是有第一就会有第二 第二名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不用我说都会知道了吧 没错,就是网易啦 今天就来说网易它的发展史和网易游戏的优缺点 网易在1997年由一名叫丁磊的男子成立 然后在短短的两年内成为了中国第一家全中文搜索引擎 第一个网上虚拟社区 第一家免费邮件系统 第一家免费个人组业等等等等等等 简单来说就是中国网络的发展人 在2001年经历了网络泡沫破灭过后 股票甚至低于1美元 可是正并没有把网易击倒在那 在2001年年底推出了首款游戏 大话西游Online 也紧接着延续了这个系列 推出了大话西游2 最新的大话西游手游也收到了中国玩家们的好评 在2005年的China Joy获得了多项奖项 只能说那个时候的网易真的没什么对手 这些也只是网易的一个开端罢了 网易并没有像腾讯那样 为每一个工作室取名 都统一叫网易游戏 目前也开发了多款游戏 比较有名的是阴阳师 第五人格 永远的七日之都 还有荒野行动 这些都有着很多不同的争议和问题 比较著名的争议有第五人格抄袭了黎明死线 大家肯定有所耳闻 那个游戏从2018年4月2日出生开始就已经有了质疑 最开始第五人格的官方表示 双方为合作关系 可是并没有明确地说出他们授权的玩法 紧接着 在2019年7月 及时收购了黎明死线的部分股份 提名为董事长会员 黎明死线也在这里正式宣布了合作 这熟悉的做事方式 让我联想到了某间公司 还有网易也出了他们版本的PUP剧 名叫荒野行动和终结者2审判日 哇 这两款游戏都在2018年4月5日 都曾被蓝动PUP剧的原创者起诉过 理由为游戏过于相似 例如建筑物载具玩法等内容 都和PUP剧97.8%像 然而 网易却回应说 荒野行动和终结者2都是自己原创开发的游戏 你们这是在恶意诽谤 这样下来 最后获利的就是腾讯的和平经营了 在腾讯的新闻里 有媒体这样反驳道 说这是在贼喊抓贼 当然 腾讯是完全有资格这样说出这句话的 毕竟和蓝动是合作关系嘛 拥有着蓝动的11.9%的股份 确实要再为这件事情做个主张 虽然这件事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比较意外的是 荒野行动非常受到日本人的喜欢 在当时还没有推出日版时 中文版的荒野行动 已经冲上了日本App Store的前扇 虽然现在的评价有所下滑 可是位置依然名列前茅 除了以上这些纠纷以外 网易的游戏一直都有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他的策划 有玩过或者还有在玩网易游戏的玩家都知道 网易的策划时不时会搞出一些令人窒息的操作 最经典的有永远的七日之都 永远的七日之都是在2017年发行 在二次元手游刚要盛行的时候 永远的七日之都迅速成为了当下热门的手游之一 并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永远都在循环这七天 在这七天得想办法通过各种事件和方法达到你要的结局 放到现在也可以说得上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游戏模式了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个游戏的没落 还在今年停运了台服和日服剩下了陆服和韩服 留下了一部分的玩家留守此地 造成玩家们不断离开的因素 主要体现在之后的客金活动和对轮回不断的厌烦感 锁在七天里的限制 虽然结局和过程有所不同 可是没有让玩家很好和角色培养出感情 每次新的轮回都没有任何角色机的玩家 这难免会造成一些空虚感 就像一直在原地踏步那样 就算反馈了以上问题 策划也保持着爱理不理的态度 这是玩家离开的根本原因 没有愿意听反馈的策划 理所当然玩家也会放弃这款游戏 可是如果不是要长期游玩 永远的七日之度我还是很推荐各位去体验 它的音乐和故事在前几周末依然非常有趣 说了这么多网易游戏 当然也不能错过网易的招牌IP阴阳师 阴阳师也是我第一款网易游戏 在2011年发行获得大成功后 现已有多款同名手游 阴阳师百文牌 妖怪巫 还有正在制作的阴阳师偶像 和代号世界的阴阳师正统续作 它们都拥有着强大的美术风格 和十分吸引玩家的日式文化 还有每一次出新式神的精美戏剧 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 是在看了当年的不止火而入客的阴阳师 这些都是为了吸引玩家入坑的手段 当你跳进了阴阳师这个锯坑 你就知道什么叫前面是地狱了 玩法为回合之战斗 玩家需要操控自己 阴阳师和五位士神来释放技能 网易策划一直都会有一个共同性 那就是要干还要渴 一直都会有的抽卡系统 我就不谈 为了能变强 玩家需要去刷御魂的东西 来给自己的士神 可是这样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神 更何况根本就没这么多体力去刷御魂 就算你有这么多体力 从一个下午打到晚上 你也可能根本拿不到自己目标的御魂 因为获得理想的御魂概率太低了 如果你很幸运获得自己理想属性的御魂 也不要以为这就结束了 你还需要看运气来强化御魂的属性 如果运气不好歪了 很遗憾 再来过吧少年 投入的时间成不了真底 平民玩家解放士神的等级 一直也需要大量的素材和时间来生满 角色的技能更是需要难以获得的材料来升级 还有一些垄藏的爬塔活动 逼着玩家们增加上限时长 这些反而让有商业头脑的玩家动了歪主意 在淘宝开始了带打PVP 带链等级 带刷御魂 带刷活动 还有购买玩家的账号 再贩卖给需要的玩家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商业权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只要有钱通通都可以是神级的账号 这也导致了用钱玩游戏的玩家 和小课金平民玩家有很大的区别 只要不是课金大佬 几乎不可能在任何的地方名列前茅 你需要完美的角色阵容和御魂 才能追上他们的脚步 这让游戏有很明显的阶级分段 原本回合制游戏有的策略较量 变成了金钱之间的比拼 成为了一个标准的商业游戏 如果你有大量的时间和无处安放的金钱 阴阳师还是值得你有玩 除了网易自己开发游戏以外 他也有做过外包和代理 在代理里面最获得玩家的好评的游戏是 光玉 由制作风之旅人的 Death's Game Company制作 非常有意境的一款游戏 你将扮演光之后 就可以踏上了旅途寻找王国失落的真相 游戏的故事一到两天内就可以玩完 在玩完之后也可以以收集服装为目标 断取游戏里的代币 蜡烛 蜡烛可以通过完成每日任务和跑图来获得 也会有季节限定的服装来收集 这些都可以通过玩家的努力获得 在网易代理这个游戏过后 也有不少的麻烦事 比如游戏里的bug过多活动过少 玩家甚至可以列出一个表单来抗议 可是有消耗力了解过游戏代理和游戏原厂的都会知道 如果有bug等问题 都会是拿给原厂去做修改过后 再拿回来做更新 但是网易自己也是一间游戏公司 网易自己应该也能负责的来 还是因为合约的关系 不能去自己处理呢 活动的安排和更新速度 都在Death's Game Company的手里也说不定 玩家们也可以猜想一下 网易目前看来是更偏向中国的市场 并没有很积极地对国外市场展开进攻 每一年都会举办自己的520游戏战 相反网易 腾讯对国外的市场明显积极了不少 有看过腾讯那一期的玩家 都会知道腾讯也不是在使用自己的名字来进攻 而是用投资的方式来占据市场 收纳那些有潜力的公司 这也是为什么腾讯是一个互联网公司 它根本就不像游戏公司 一个互联网公司占据了游戏市场的第一 很明显不是什么好事 网易比起腾讯 明显比较有游戏公司的感觉 毕竟网易的美术风格我一向来都很喜欢 也很认同 每一次都被美术风格给吸引 造成退坑的往往都是策划 如果网易改善了游戏策划这一点 我相信网易的口碑肯定能获得反转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所以我们做了GifAway来回归大家 我们将抽取五名观众送出 Flight Simulator Digital版本给你们 只要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和分享 GamerSecret的影片 并且HashtagGamerSecretGifAway 就会有机会获得Flight Simulator完整版啦 感谢各位玩家的收看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地方 或者有什么想法 不妨在下面留言让大家一起讨论和纠正我 喜欢游戏的各位也不妨like and share我们的面子书和YouTube 得知更多有趣的游戏资讯和视频 好了,我是Kuro 我们下期再见